我現在講一講,簡略地講,關於輔導的各方面 簡單不容易我們再操練一下 簡單第一件事就是我們建立與被輔導者的關係 令他覺得舒服、被接納、被關心 而我們第一步就是聆聽他 很重要就是聆聽他的感覺 會影響的感覺,就不要那麼快教導 因為很快教導,就像媽媽教兒子一樣 兒子說,我今天被人罵 媽媽說,你做什麼事,為什麼要罵 立刻教他,你當然做錯事,所以你被人罵 當他小時候,他都會告訴媽媽,大了就不說 因為他覺得每次告訴媽媽,媽媽這樣教他 也有很多丈夫、妻子都是這樣 因為男人的傾向都是教 其實男女都是傾向會教,不過男人比較多 太太說他問題,丈夫又會教他 這樣做,這樣做 那種感覺很多時候令人覺得 他的感覺好像忽略了 但感受感覺是一個最難最難的 在輔導來說,其中一件很難 就是我們聽到他的情況 會想一下他背後有什麼感覺 可以問他,你是否覺得不開心 或者是覺得很煩 或者是否覺得自己有些失敗感 或者是你根據他所說 如果不肯定,你可以問他 你的心覺得怎麼樣 這個就是了解他的感覺 回應他,關心他 但這件事,接納關心是給他支持 就不是整個輔導過程 如果整個輔導過程就是接納、支持、安慰 他不會去改變 他通常有個問題 例如說,丈夫的問題、家庭問題 他的看法可能覺得我丈夫要改 但我們去聽他的時候去聆聽 也可以問問題 當我們回應了他的感受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和丈夫的關係不好 有什麼事情發生過 讓他講出來 如果單方面,我們附導一個人 如果丈夫不在場是比較困難的 原因就是太太覺得丈夫對她不好 但她永遠都不會說 我經常都很猛 她一說話我不聽 我看到她,我就有表情好 她當然是說對方不好 對方不好 我們只是在這裏聽不出來 有時候我們都可以問她 你覺得你對丈夫的態度如何 你想起她的心會覺得如何 然後評估那個狀況 如果單人的話,未必是很完美的評估 可能到某程度 我們知道某些問題 最好的方法是引導 不是告訴她 你覺得我聽她說 你想起你丈夫就發瘋症了 你跟她溝通也有瘋症了 你覺得這樣的時候會如何影響關係呢 就是引導,讓她說 為什麼引導重要呢 因為如果我們告訴她的結論 她未必會接受 輔導有兩種 一種輔導,如果人很想得到方法 那種是容易一點的 譬如說 有個人說 我和神的關係很疏遠 你幫我怎樣和神怎樣 這樣是容易的 因為她很想 譬如說 我丈夫和妻子的關係 她很想 不過她總是看到對方的問題 這樣的情況也是困難的 因為她總是說對方錯 這樣的時候 因為她有些事情需要調教 她又不肯去面對 是困難的 所以我們引導她 譬如說 你覺得有時候想起丈夫就會生氣 你覺得你會給她什麼感覺呢 她引導她去想到 原來我的態度也影響到她 然後就去引導她 既然是這樣 我們怎樣解決呢 你又怎樣可以面對她的處理 她對你的態度不好 或者做她也不好 即是她引導她 去找出答案是最好的方法 有時候有些人可能想到 有些人想不到 想不到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例如她提出一些可能性 解決方法 有時候她都會想到一些可能性的方法 她有好的地方 我們都會認同她 即是她的方法 雖然未必是最好的方法 都可以認同她 又欣賞她 又可以說 鼓勵她這樣做 然後可能我們就 可能還有些方法要調教 譬如她不懂得 當丈夫說一些說話 激她的時候 她不懂得怎樣回應 這樣又需要幫她 有時候我們要給她 想要聽聽我的意見 又要給她 為何盡量是引導 和給她意見 即是問她好不好這個意見 而不是教她 就是讓她覺得不是被教 因為很多人是不喜歡的 多數人的人際關係 大家也會想到一些人 在你周圍都教你的 你又不喜歡聽到 你找一個輔導員 她又教你 你又不喜歡聽到 但引導她 慢慢等她自己看通 就會被接受的程度高 因為她要接受 然後她要走出來 最後就是跟她討論 怎樣走出來 走出來也不容易 即是說 如果分開兩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 就是覺得她被接納 後來就幫她找出問題 在哪裡 即是引導她 然後就引導她 去找出處理的方法 然後怎樣處理出來 這就是輔導的兩大部分 每次一回到